Lio聊世紀 天天的不星 大家好 我是Lio 今天來看破歇密亞人對上達達人 這場比賽是天梯的 尤加頓地圖 尤加頓地圖很久沒有看到了 這張地圖最大的特點就是食物異常的多 到處都有這個動物可以吃 這裡有一個動物群 哇 超多 然後魚池也有少量的魚 可以吃一下 好 先來介紹一下文明的部分 文明部分這邊紅色是選擇了破歇密亞人 破歇密亞人最大的特色是 他的火槍可以在城堡時代研發 化學 然後可以製造火槍兵出來 破歇密亞除此之外 神聖思想跟宗教狂流 這兩個生旅科技也可以套用在村民的身上 所以他的村民的血量跟移動速度 都會稍微快了一些些 破歇密亞人最強大的東西還是他的榴彈炮 那榴彈炮是可以讓火炮升級上去的單位 那破歇密亞人的軍營的疾兵 額外傷害也是特別多 所以以槍兵來說 這個破歇密亞人也是特別厲害的 好 那我們接下來介紹一下打打人這個文明 打打人這個文明特色是他擁有免費的 還有拇指環跟安行人戰術 所以馬功成形的速度是非常快速的 那打打人他的打法比較偏向於走騎兵跟馬功路線 草原騎兵或者是打這個駱駝啊 重裝騎士或是打這個雀靴 都可以啊 這搭配馬功都比較適合 那打打人的步兵 雖然只有一擊步兵鎧甲 但他還是有這個槍兵可以用的 所以必要時候 打打人還是可以硬轉出來 但實際上轉出來擊兵應該也是量掉了 那打打人最有特色的東西還是火焰駱駝 可以炸整群的騎兵單位 而且打打人的鐵木工程術 也可以讓他巨型投石機 變成射程最遠的巨型投石機的文明 好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兩邊封建會怎麼打 那這張地圖喔 尤加頓喔 食物是非常多的喔 這個豬肉只有三頭 這個豬排 所以前期呢 可以多吃一點 增加一些經濟優勢 一開始盡量不要去吃這個 我的老天鵝 趕快多吃一點 這個野豬喔 更重要 好這邊吃喔 來偵查一下 看一下有沒有開大招 或搞一些事 看起來沒有 也沒有抓到移動這種村民 看起來是挺安全的 這邊Porsima看起來是蠻好圍的 下面這裡圍到底 就可以輕鬆圍 或是直接圍這個地方就可以了 下面這邊路還在推 好 打打這邊是點一下的封建時代升級 打一個17P插劍塔 這邊看起來是Porsima想要打一個直層 黑跳層 這張地圖的肉真的很多喔 上了城堡時代的壓力喔 也會稍微小一些些喔 好 這邊伐木技術點上 這邊MBL的想法是 要趕快插劍塔給對方壓力 沒有辦法順利升到城堡時代喔 就可以贏一半喔 那Porsima這邊重點喔 就是要盡肯的防守 結果這邊直接點一下一龍櫻木 欸怪怪的囉 這個 居然不是黑跳層 變成黑跳樓啦 跳到一半突然發現情況不對 趕快要不要右邊圍一下 插一下劍塔呢 但MBL這邊是想要往左進攻喔 現在看到這邊有資源點 兩個伐木場 如果能空下來 相當舒服 好這邊村民再去對打一下 結果這邊MBL村民直接被圍起來打 是他圍人家嗎 看起來是喔 那邊村民還在打 那邊二隊單挑 那邊左邊其實有洞 笑了笑了 這個尷尬 好後面就洛馬終於來了 看一下這裡 好有劍塔在射 這裡趕快堵起來 欸槍兵過不來了 這一隻村民應該是 再逃難解 再解難逃 這裡補一個射線長 這一隻村民把自己圍起來 可能也不會有任何的效果 待會工兵就可以過來解了 好前期兩邊打得非常的 有壓力 好打達了 這裡補下了工兵 先來Porsimia這裡的想法 應該是要趕快挖金礦 然後 蓋一個市集 看待會城堡要不要直接用買的 好這裡工兵 開始了 收掉一隻村民 好後面工兵繼續按 然後又補了一個兵工廠 現在有點尷尬 MBL這裡怎麼打都不太舒服 然後繼續壓制的話 對方右邊有槍兵 左邊現在還有工兵可以出來才是有一個劍塔 所以現在要騷擾到真的是不太容易 好還是這邊要轉一個雙射箭場 突然打一打 裡面就突然多了一些軍事建築 Porsimia這邊的目標是趕快升城堡 是在插座地下地動城堡 插在這個位置也可以喔 直接插在家裡 然後出戰車趕快去壓制MBL 這邊的 經濟狀況 然後石頭可以不停喔 待會用戰車壓制過去 可以連環插寶推進 都是對於Porsimia一個比較常見的打法 好這裡圍 喔這裡反應很快 圍起來本來想要騷擾墓區 但看起來沒有辦法有機會打到 右邊肉麻繞一下 看一下狀況 結果MBL野生城堡時代了 兩邊城堡時代 差距大約30秒左右 好這裡攻兵繼續燒牢 收掉兩隻槍兵 後面補玉跟劍塔 就是想要騷擾一下 後面補了一個模仿 吃後面的火雞 咦 Porkin 應該是Torkin Porkin是說話 OK 好 那Porsimia人 這裡是 才差100石頭 要不要用買的 還是再等一下 應該不要用買的 又買的 待會黃金也不夠 出戰車 好 升到城堡時代 大大人這裡是要開TG嗎 還是要打強軍事呢 好 這裡把城堡蓋在門面 正門的石頭放 好 攻兵過來 想要打的嗎 直接想要村民扁攻兵 這個有想法 全村ALL IN 就是要把這根堡蓋起來 MBL這邊賺到了蠻多村民的 還不錯 這邊已經不虧了 賺到了8村左右 這邊這根打來不及幹好 躲掉箭矢 再出來手撕建塔 這個是要去追村民的意思喔 有點兇啊 這個去挖石頭吧 好 戰車終於出來了 我是派戰車一出來 打打人這裡就不好打了 這邊打打人有幾個選項 一個是打草原騎兵 一個是打投石車 那當然打騎士也可以喔 但是以打打這個文明特性來說的話 打這個草原騎兵 可能壓力會稍微小一點點 因為只要數量夠多的話 這邊高打低喔 而且是很容易擊殺掉 波西米亞戰車 那這邊目標就是要趕快 讓自己的騎兵單位成型 但以上城堡時代初期喔 要成型也是不容易 而且打打人也沒有救贖思想 所以戰車的部分 一定要靠騎兵或是投石車去解決 好 上面戰車開了過來 右邊TC補下了一個 哇 人家打戰車 還會開TC 結果MBL想要把家裡圍死 發現有點鬼死一晚 欸 左邊我動啊 可違跟沒違一樣 趕快跑 趕快跑 要不要挖個城堡出來防守 哇 上億人失業 這就是戰車最靠邀的地方 拿反 好 這台投石車 沒有辦法換掉戰車 沒有辦法換掉戰車 哇 NBL被戰車壓著打 這就是直接選手 也會覺得很麻煩的一個單位 胡斯派戰車 好 這個時間點到底是要按村民 還是要按草原騎兵呢 但如果是去按草原騎兵的話 就會斷村喔 所以這邊肉類一定要好好空下來才行 這邊工兵也是少量騷擾 上面這個工程清製造所 暫時沒有動靜 好 這裡全部人都在挖石頭 挖25個人 這裡村民找個機會去挖金礦嗎 好 收村稍微繞一下 跟對方玩躲貓貓 那波西米亞人這邊村民是單TC 再繼續按村民啦 至少沒有斷村 因為那種歐印式的波西米亞戰車打法 很容易打到自己頭破血喔 全部投資木金喔 然後一直按戰車一直按戰車的打法 但是打得不夠極限也會有問題喔 因為對方有可能會農得病更快 導致你的戰車顯得變得沒有意義喔 好 第三個TC補下 這樣開個TC還可以獲得兩頭羊 稍微自己補些肉 這個算是對達達人來說一個不錯的經濟加成 而且他的訓養燈物可以吃得更久一點 好 家裡有要開一個工程清製造所嗎 按個戰車防守一下 這裡也蠻適合補的 高地 好 MBL現在被暗在家裡打 很難受 當野外的草原騎兵 這邊看著暗草原擊殺掉了一些戰車 好 戰車直接開進來 看一下裡面的狀況 看裡面到底有沒有村民喔 有 有沒有在種田呢 把裡面肉吃完了是不是 好 這裡村民出來 蓋寶蓋在中間 確定一下黃金的位置 好 這個工程清製造所也快被打掉 戰車都在家裡了 這個戰車應該要趕快到前線才對 好 村民被這台胡子派戰車給收掉了 好 草原騎兵回來救一下 又解掉了一台 好 也有一台投石車在家裡產了出來 稍微把家裡的情勢給控制住了 那對於波西米亞來說 這是不想見到的結果 你居然有兵跟草原騎兵投石車 哇 什麼都有 接下來我的日子就不好過了 投石車一來 來 砸狐是怕戰車傷害很高啊 砸了一下大概有七八十滴的傷害了 這好像加成三十幾滴了 這也是四十加上三十幾滴 以下七十幾滴的傷害 三發就可以收掉一台戰車 滿血的戰車 而且他打的範圍很廣 好 投石車這邊 看一下 哇 全部殘血 有機會收得掉嗎 好 打右邊 讓左邊兩台殘血的活了下來 草原騎兵要過來收頭嗎 好 但MBL這邊是決定往上進攻 先來救一下上方的工程器 知道說但是沒有救到 哇 尷尬 最後一刻還是沒有拯救到 好 這邊Porsimia 是決定要繼續出生旅跟戰車 但等一下帝王時代了 變得時間滿早的 好 缺缺這裡也按了幾隻 MBL這邊3TC趕快繼續農 3TC先目標不斷村 然後有多餘的資源再去出草原騎兵 好 也是可以的 好 墨西米亞生帝王時代 村去出48村 對上MBL50村 好 這邊全村動員 也沒到全村喔 大概快要10隻吧 好 這裡有幾隻啊 好 數不出來 好 11隻 生旅有在就下 你看 生旅的數量 現在是高達7隻 7隻騎士的話 Porsimia這裡是能應對的 好 這裡進攻 看一下能不能 做到一些事 好 決定把城堡 蓋在前方的 空地上 好 這邊 攻擊手 欸 打到Porsimia家裡了 能收一村嗎 好 哇 這個投石車 被招搶了一台 往前走 再砸一發 砸掉一隻生旅 再往後砸可以嗎 哇 卡彈 哇 再兩隻 哇 這個生旅 很虧啊 一台投石車 解掉了五隻生旅 雖然有被招搶在投石車 但 整體上來說還是虧的 好 大大人這邊要怎麼應對 帝王世代的Porsimia呢 巨型投石機出來 生旅直接不在前線 好 這邊用生旅 著想一下騎士 好 家裡的問題解決掉了 好 現在問題全部回到了MBL的身上 這裡該怎麼打呢 好 右邊蓋了一個哨戰 看一下裡面狀況 這裡有農田 還是我們往右邊著想呢 還是開一台戰車進來就行 好 大大人這邊補下了 品種的輪軸技術 稍微補下農田科技 然後盡量用這根城堡去拖時間 好 投石車又按了一台 看能不能用投石車壓制一下巨型投石機 那MBL這邊的目標 是要趕快多火5分鐘 然後趕快把他的巨型投石機拆掉 那這裡的打法 有兩種打法 一種是打草原騎兵 一個是打肉馬 肉馬的話可以解僧侶 數量一多的話 連這個巨型投石機可能也收得掉 那草原騎兵的優點 就是造價便宜 而且 攻擊力也不錯 但缺點就是沒有抗招響 那Poshimia這裡的重點 就是要趕快招響敵方的草原騎兵 或是鹊血這類的單位 還有這個投石車 OK 這兩邊做法都還蠻OK的 投石車果然被招響掉 但已經直接射了一隻生女 好 整個城堡 應該只能再撐個30秒 不到 就要掉了 好 但這邊二級馬凱 雀雀數量也蠻多了 這裡有九隻 這裡想要衝一波 好 竹金掉了 那竹金掉了 接下來該怎麼辦呢 好 後面補了非常多的馬咒 三個馬咒 三馬咒 現在農田被控 還有辦法正常出兵嗎 還是轉一些輕騎兵 對啊 如果不轉輕騎兵的話 生女的問題一直沒解決 確確 發揮的效果 跟草原騎兵的效果 就沒有這麼的適合 好 輕騎兵趕快補 二級馬凱伊歐 但是馬咒失誤不夠多 趕快繼續補 好 現在地圖上大數都是生女 那待會確確的目標 就是要來解決這些 波西米亞的國師派戰車 後方這裡 要用輕騎兵去解決生女 好 這裡有少量騎士在偷砍家裡 不能讓你在家裡過得太舒服 騎士一直按 就要一直收村 這樣我就可以拖到時間 其實也不錯 好 放出來繼續砍 好 這邊騎士數量7隻 輕騎兵7隻 我覺得可以繼續屯 上面這裡補射箭場 欸 用射箭場是想打誰呢 可能是要出馬弓 去打野 打上方的城鎮中心 好 看一下這波衝鋒 七騎兵第一時間往前衝 但後方有槍兵稍微防守 第一時間生女被砍掉了幾隻 但是也招搶到了幾隻騎兵單位 後方的輕騎兵還在輸出當中 砍掉了非常多的生女 後面再回頭打了一刀 又倒掉了一隻騎 生女 生女又殘血 所以最後剩下兩隻的生女 這邊的輕騎兵加上雀削 很努力的想要去解決前方的巨型投司機 村民也來幫忙助陣 這邊輕騎兵要趕快去點後方的生女 好 確確數量一直被招搶有點麻煩 但這一波打得很好 MBL這波反擊突然有呼吸了 反而剛剛是完全沒機會 現在機會非常大 但確確一直被招搶有點麻煩 正面單位可能會有點打不太贏 後面的單位要趕快想辦法解決一下 後面的巨型投司機還活了下來 四台巨頭還活著 好 這裡趕快附根農田 把農田拿回來 MBL就有希望 哇 這一波騎兵衝鋒 打得非常漂亮 MBL 好 那上面的層的東西 暫時沒事 草原騎兵 這邊按的是奴兵 還不是馬弓 好 這邊還在點 好 把生女全部解決掉 那村民打戰車其實很快的 村民打戰車是有外增傷效果 好 繼續拆 這個巨型投司機 有可能 會被打掉 後面這隻村民一直在修理 MBL不知道有沒有看到 他不會就很奇怪嗎 這個 巨型投司機怎麼一直 血量拉不起來 呃 拆不掉的感覺 好 用村民再去 收掉巨型投司機有機會嗎 後面戰車一直在打村民 哇 血量掉了 哇 終於收掉 這時候對手 PORSHIMIA想要再來蓋一根堡 村民處有55村 但MBL的村民處有87村 還可以再多 好 村民最後打掉這台巨型投司機 好 往後拉 好 這根城堡不在這個位置 待會也可以思考一下 欸 要怎麼繼續 防守 因為現在MBL 帝王世代也不好升上去 這一些奴兵也確實 射倒了非常多的村民 完蛋了完蛋了 新騎兵趕快去解一下 騎士要被招了 完蛋 騎士被招走 這計殺的情況就不好了 好 這裡一直在躲對方的戰車傷害 MBL這邊細節打得非常好 好 這裡看起來 暫時沒問題 好 現在家裡有少量的馬弓 開始在做打游擊戰了 看看能不能在他家裡多收一點村民 或是騷擾他挖資源都可以 現在MBL的經濟呢 還算是穩定起來了 好 底下的前程科技 看一下他招響 不然太龍被招響掉了 好 現在開始鬧波西米亞家裡 波西米亞家裡一直被騷擾當中 村民處只剩下50隻村民了 好 MBL家裡趕快想辦法守一下 好 前程科技升好 現在戰車有點無法無天啊 又在打MBL的城鎮中心 但上面農田也是越開越多 還補了一個城鎮中心 繼續農上去 好 這時候惡空也補上了 輕騎兵數量來到了非常多 57隻 好 現在對手家裡也是一堆騎兵 但是這邊一直用助手模式啊 一直白白給對方射 上面這個城鎮中心好像沒有發現到 他挖得很開心了 好 這裡輕騎兵過來 第一時間要衝過去會不會打僧侶嗎 OK 先打勝率 抽掉 戰車也打掉 好 這台巨頭要打嗎 不打 選擇往後拉 聚集一下兵力 後面的輕騎兵這一波可以考慮包夾 巨型頭C 好 這邊可以衝 輕騎兵上前 先砍村民啊 還是先拆巨頭 肯定要先拆巨頭 好 這邊巨頭拿掉 開始砍村民 但是拉走沒有打算繼續打 但這邊上方的經濟狀況好像越來越不好 好 這裡好像有看到囉 TC在上面 戰車又開了進來 MBL 這裡又被蓋飽了嗎 這裡被蓋飽 農田又被空了 家裡輕騎兵數量其實並不是非常多 好 這裡又拉回來 那這樣數量應該是夠了 打戰車應該是綽綽有餘啊 好 這個城堡應該變道德堡 蓋不起來 回來趕快把這些戰車收掉 MBL 反擊戰車好像獲得了曙光 村民術差距快來到了一倍 戰車一台一台的被輕騎兵給收掉 對手這時候打錯了GG 我們攻擊MBL頂住了這一波 黑跳成Posimia戰車流 這一個來說不是黑跳成 但打法來說也是戰車一波流 戰車一波流打新手來說是相當有用的 因為大部分的新手是不知道該怎麼防守的 這裡MBL呢 防守來說是相當到位的 果然這招只能虐菜啊 對上這些職業選手 頂尖選手們還是不太好用 好 我們來看一下MBL 這邊經濟來到了 41000 大概贏了快要7000 8000的資源 木頭跟石屋都已 黃金稍微數了一些些 事後也是 好啦 那麼今天影片就差不多到這囉 那如果喜歡這部影片 請記得幫我按下訂閱 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各位掰掰 等一下